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 同樣是吃魚 只不過我們今天做一個魚捲 還搭配一些沙拉醬 還有好吃的水果 是 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告訴大家一個基本的雛形 想要怎麼變換裡面的魚肉 跟水果 每個人就自己發揮了 對 對不對 是 好 我們來整理食材 我今天準備的是一個鮭魚 因為鮭魚的油脂豐富 我要包魚捲 我希望裡面不要這麼油 所以我選擇尾段 它這邊有帶皮 有人喜歡吃皮 有人不喜歡吃皮 如果不喜歡吃皮的話 我們就直接從這邊 我們直接把皮修掉 先畫一刀 對 先畫一刀 好 這刀壓緊了 我們再從這裡 我們就是刀向下 往前推 然後到這邊 一直到 我們這裡可以下手去拉的時候 能夠拉得住的地方 然後直接 一隻手壓住那個皮 對 另外一個 就把刀子往前推 對 這邊皮就下來了 它不是那麼困難 對 它真的很輕鬆 它那個皮有一定的韌性 對 皮就會拿下來 沒錯 因為我們要包魚捲 那我們希望魚捲大概這麼大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是直接 修 我們要的那個 對 修它的長度 我們直接把它切成條狀 好 先把它的皮去掉 完了以後 找出我們要的這個長度 然後切出來 那這邊簡單的魚肉 處理完了 魚肉它單純沒有味道 那我們有增加一些它的味道 所以會撒一些鹽花 撒一點點鹽在上面 對 先讓它做一個 前置的醃漬 那鹽不要太多 對 所以就用手指這樣 輕輕的這樣子 一點點抓著這樣子 對 對 因為鮭魚它還是有個味道 是 那我們想要不一樣 所以我會加一點點的檸檬皮 來增加香味 是 檸檬皮的部分切成 三等份 然後把這個白肉的部分把它修掉 白色裡面那個膜 對 那是苦味的來源 是 所以我們只要那個外面 外表最綠的那個部分 皮的香味就好 對 皮上頭那個 精油產生那個香氣 我們這邊 就取這個 綠色這一層膜 是 那我這邊把它切成 細的膜狀 好 我們需要它的香氣 對 但是呢 儘管把那個白色的膜去掉了 吃到嘴巴裡 它還是挺粗的 挺不好吃的 挺粗的纖維 對不對 很不好吃 所以有可能的話 盡量切細 對 我們把它切細 讓它不要太影響我們的口感 沒錯 那因為沙拉醬 四瘦沙拉醬太單純 對不對 所以我把它做一個簡單的調味 讓這個味道更有層次 OK 好 我們拿一個塑膠袋 你也可以拿個容器 對 然後把我們現在需要的東西 都把它一一地加進去裡面 對 那這邊是一些檸檬碎 對 檸檬碎 然後一般的四瘦沙拉醬 好 沙拉醬 是 那為了要讓味道更有層次一點 是 所以我會帶一些綠芥末醬 綠芥末醬 是 所以它只是為了增加風味 對 增加風味 不是為了整人 不是 想說 就帶一點點的綠芥末醬 開得不好吃到芥末醬 那為了檸檬 如果單純只有檸檬的香味 所以我再帶一半的檸檬汁 檸檬汁擠進來 不能太多 不然這樣我的沙拉 等一下就不成形了 OK 水分太高 對 一半的檸檬汁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OK 那我這邊把它整個 把它拌均勻 一定要拜託大家拌均勻 我只是善意地提醒你 因為你們有一坨芥末 不然吃到眼淚感動得痛哭流涕 對 對 做完料的家人突然間吃了 媽媽做得很好吃嗎 你們怎麼都哭了 那我們這邊整個拌均勻之後 這樣好了 我們把它擠到一個邊 OK 未來我們把這個擠花袋 就當成擠花袋一樣 對 它就是我們的擠花袋 所以我們就把它全部 集中到某一個角 是 這樣子 對不對 搞得就跟外面雜貨店 賣的那個柿柿肉沙拉醬一樣 又是一樣了 它就是這樣的一個尖角 OK 待會兒這個尖角 我們只要剪掉前面的頭 就可以來研製畫圖做文章了 對 那我們不一樣就是 我們今天再加一個水蜜桃 市售的水蜜桃罐頭 我們直接把它切成一個片狀 OK 這樣子我等一下的鮭魚捲 就很有南洋水果風味 開場的時候我們跟大家講 今天朱師傅 告訴大家一個鮭魚捲 裡面幾個重要的部分 第一 我們有水果 第二 我們有鮭魚 第三 我們有沙拉醬 是 在這三個部分 你想把這個水果 換成其他的東西 哪怕你是今年秋天 酒醬風的時候去弄的柿子 是 都沒問題 這個魚肉只要是沒有刺的 什麼魚肉其實都可以 是 沙拉醬裡面可以增加自己的風味 這就會是你自己的捲了 就是獨有的 沒錯 我們來進行組合的動作 我們今天使用的是威化紙 是 我們一次會選擇三張 三張 好 它滿薄的 是 它滿薄的 薄到你都可以這樣子 有沒有 我手放到後面 有沒有 它看得到手的形狀 所以為了操作方便 我們一次用三張 三張 然後把它重疊來用 是 那我們把這邊 剛剛我們做的沙拉醬 是 開一個小口 開一個小口 但是也不要太小 因為我們是要包在捲裡 不是做在表面 是 所以它的口可以開大一點點 接下來首先我們先來 一塊魚肉 那我們希望捲的長度 我們就放到哪裡 我們就放到哪裡 是 長度是這樣子 那這邊我們就擠上一些 沙拉醬 沙拉醬 然後放上水蜜桃片 是 這樣 好了之後 我們就 這樣子把它捲過來 是 然後兩邊 摺一下 收進來 是 讓它塑形 對 整個收進來之後 是 整個壓到這個地方 留一個口 是 那我們就沾一下全蛋 旁邊我們準備好的蛋汁 對 全蛋 那我們這邊把它收進來 封口 對 這樣 OK 拿到旁邊 對 它等一下反潮之後 它就黏住了 那依次 我們把這邊的鮭魚都包完了 像這樣子 我們做完了以後 我們不能夠就只有這樣子去炸 我們一定要外表給它稍微 上面包粉 對不對 所以在包粉的過程當中 它乾乾的一定沒有辦法沾粉 對不對 我們怎麼讓它能夠來 這個沾上去 這個時候我們會 一隻手戴手套 然後一隻手不戴手套 OK 因為戴手套的手 戴手套的我們就來處理濕的 我們處理濕的 就是整個丟到全蛋裡面 整個去沾蛋 對 然後不戴手套處理乾的 對 就是我沾完蛋液之後 去沾麵包粉 就把我們整個微化卷 然後放到麵包粉裡面去 然後把它稍微壓一壓 有沒有 剛才沾的蛋液 它就會緊緊地包裹住 它就會這樣子黏住 對 就變成是一個這樣子的 OK 麻煩歸麻煩 但是逐一完成這個步驟之後 接著就準備下鍋了 對 準備就準備下鍋 什麼油溫下鍋 我們用筷子放下去 差不多在150度左右 它有微微的起泡 微微的起泡 沙拉醬也是OK的 對 魚肉很容易熟 對 對不對 那個水果更是可以生濕的 是 對不對 那個紙也可以生濕 所以我們只要能夠炸出香氣 炸上色 沒有錯 有一定的溫度就OK了 是 那好了之後我們把 表面多餘的麵包粉 抖一抖 抖掉之後就下鍋 OK 然後這樣微微的在冒泡泡 是 輕輕地把食材從鍋邊往下滑 千萬不要丟 對 非常危險 像這樣子在下鍋 我比較建議就是 直接放下去之後往前推 對 對 因為它這樣噴會往前噴 不會往後噴 往前噴就噴到牆上 有沒有 對 所以不會反過來到自己 對 那這邊一樣 這邊整個放下去 OK 剛下去都不要動它 都先不要動它 不然會掉 我們盡量讓它的麵包粉 跟微化紙能夠結合得到 會穩定一點 那唯一可以動它的就是 我們用一支湯匙 輕輕地把它壓到油裡面 藉由油溫 讓表面的 藉由一個鍋鏟 對不對 藉由一個湯匙 讓麵包粉整個黏搓上去 沒錯 然後這邊可以 這樣子輕輕地舀一些油 然後淋在每一塊的 炸的魚捲上面 是 變色 就是它都有沾到油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慢慢地加溫度 因為魚肉很快熟 黏度就拉上來了 對 對 那記得我們一樣順方向去撥動它 如果可能的話 你就輕輕地讓這個鮭魚捲 在鍋子裡面翻個麵 對 那翻麵之後要稍微把它定一下 把它定一下 對 那它這一面就會變成很漂亮的金黃色 是 那不然的話就是直接用肉瓢 直接把它壓下去 直接壓下去 有沒有 它只要整個埋進油裡面 它的顏色就一樣了 就一樣了 是 那我們這邊直接把它砸到 整個上色 這樣就好了 OK 然後定型了之後 是 也上色了 我們就依序把它夾起來立油 OK 哇 在夾的時候 光這樣子每一個鮭魚捲 碰到鮭魚捲 聽到那邊聲 它就有一個酥脆的聲音 是 烤烤 是 一條來切開 OK 切的時候也要有技巧 划好的就壓刀 是 就開 這樣 漂亮 看到沒有 顏色的搭配 那個鮭魚熟到剛剛好 是 然後有油脂 然後水蜜桃 再加微化紙 上面就是金色的 是 趕快 好想趁熱放進嘴裡 來 上桌 喜歡今天的料理嗎 趕快掃描我們畫面上的QR Code 加入美味so much的臉書粉絲團 讓你有吃又有拿喔 大阪 美食 自己在家裡面動手做 油脂豐厚的鮭魚 滋味甜脆的高麗菜 放入鍋中煎到恰恰 不用搭飛機 也能夠享受異國的美味喔 大顯身手的作業師傅 馬上教你做 雖然大家現在可以出國 是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因為價錢 因為時間排不開 沒有出去 是 沒關係 我們不能去日本 我們自己來做一個日本的大阪燒 是 用一些什麼樣子的材料 我們一邊整理一邊聊 我們今天用一個比較不一樣 我今天教大家一個 比較速成的方法 對 我們就 藉由食材的水分 然後在煎的時候出香味 對 那我這邊首先 我們把麵粉的部分先來做處理 先處理麵粉 好 因為這邊差不多300公克的麵粉 什麼粉 低筋麵粉 低筋 因為你只有300克 高低中有沒有關係 其實差距不大 差距不大 因為飯量不多 對 你今天如果說做了什麼 什麼1000克 800克麵包 什麼樣子 它就有差 就有筋了 好 這是300克 對 我們建議你是低筋 但是中筋其實也都還可以 其實還好 到中筋都還勉強 對 好 然後呢 我們這邊先加150公克的水 那150公克 對 我握起來是它有點 好像會結塊 是 然後又好像貨不開 剛剛好好像就是把所有的麵粉乾 聚在一起 對 都聚在一起 然後有點濕濕的感覺 不夠 再來一些 可以再來一點 再一點點 好 那我們這邊稍微 稍微把它和一下 那稍微和一下之後 我這邊準備兩顆雞蛋 那雞蛋也下來 那這邊先跟著 麵粉 我們先稍微和一下 好 全部讓它吃進去 對 讓它吃進去 嗯 稍微壓一下 那接著 我們在吃大阪燒裡面 就是蔬菜最多 對 所以我就要借用蔬菜的水分 來幫我把麵糊和乾 OK 所以我這邊準備半顆洋蔥 那洋蔥 一般我們都是看到切洋蔥絲 是 那我們為了不影響口感 我把它全部都切成洋蔥碎 OK 好 我這邊因為水加了以後 跟粉調的狀況 你看搞得有一點點小狼狈 有沒有 好像那個水牛乳肉這樣子 有沒有 一塊一塊的 它不是那麼地均勻 沒有關係 因為待會兒把所有的食材 加進來了以後 你再做最後的攪拌 也還來得及 那個時候都來得及 是 我們這邊把這邊洋蔥碎 OK 然後也下來 洋蔥碎進來了 對不對 然後為了搭配顏色 是 會再加一些紅蘿蔔碎 這個裡面加的東西 就都很隨性了 是 都很隨性了 那就是蔬菜 對 對 所有的蔬菜都可以加進來 是 好 同樣的 紅蘿蔔也把它切成小紅蘿蔔碎 是 因為紅蘿蔔它比較硬 所以如果切得太粗 我們沒有直接接觸鍋面跟水分 去把它煮軟 是 其實它會有點愛口 所以我們把它切碎來 讓它不愛口 那至於菜的部分 我今天就準備了一些高麗菜 是 高麗菜因為預熱它就會出水 對 遇到調味料它也會出水 是 所以我這邊就不能把它切得太順 所以就把它切成 比較大的塊狀 所謂比較大的塊狀 差不多就跟指甲蓋 差不多 差不多 對 我到這邊 我們就會發現 麵糊好像沒有剛剛那麼狼狽了 對 一來它是有一點點時間讓它鬆弛 是 對不對 再來你這年加了很多洋蔥 胡蘿蔔 對不對 它就已經稍微變得比較的 有沒有 有一點點像是能外面吃的那種 像雞蛋沙拉一樣 是 那這邊整個 我們先把蔬菜全部都放好之後 加進來 那鮭魚 是 一樣我選尾段 OK 那這個地方我就直接把它切成 比高麗菜碎 再大一點點 OK 因為這樣我就能吃得到鮭魚 是 我相信朱師傅今天試鮭魚 鮭魚算是在這個大阪燒的過程當中 比較容易好熟的一個東西 對 是 因為它快熟 好 那我們這邊把蔬菜下去之後 我們就準備加一些調味料 OK 好 加一些鹽分 來 你現在還看得出來 我的麵糊調得不好看嗎 沒有了吧 對不對 因為已經被所有的食材 對 全部都蓋過去了 剛才那些麵糊 現在已經變成了這些食材 食材跟食材的接著劑 沒錯 沒錯 來 我們來加一點味道 對 我們這邊加一點點的鹽巴 一點的白胡椒粉 好 白胡椒粉 一點點的白胡椒粉 對 好 那我們整個再把它拌一點點 對 再把所有的東西把它混在一起 是 好 你現在先熱鍋了對不對 對 我熱鍋 所以它是熱鍋下 對不對 不是冷鍋下 對 因為大阪燒 它畢竟我們等一下希望它塑形 所以我等一下希望它一下去 遇到鍋子的溫度 它就定型 對 這邊我們把它拌勻之後 我們現在鍋底加一些油 來 是 來 因為麵粉它會 其實它會吃油 所以油的量要夠 不然前面有油 後面就沒有油了 要有油 可是你現在可以一次 你想說我沒有那麼大油把握 不要加那麼多也可以 你可以分兩次下 對 對 但是沒有油 它底下就不會有那種 金黃香酥的感覺 對 一定要有油 我們這邊先讓它熱鍋 然後熱油 讓它有一點油溫 好 一份一份來 是 我直接就用 比方說攪拌匙 或是一個湯匙 或大湯匙 直接我們就把它 塑一個形 是 就變成一顆 好 這樣子 好 可能你會覺得 師傅你拿到東西 我家又沒有 沒關係 我給你一個你家有的東西 這樣幾個湯匙 有沒有 湯匙裡面先這樣子 拿點油 是 轉一轉 張太太 王太太他們家 都有的一個湯匙 直接用湯匙這樣子 對 這樣子做有沒有一點像是 人家做那個黑茶 對 是 它就是直接一個定型圓圓的 沒錯 一個圓圓的 沒錯 就變成一塊一塊 一塊一塊 是的 是 好 那這邊 我們先下去的 已經開始旁邊有一點焦黃 沒錯 所以我們就可以準備來翻面 好 來看 拿著鍋鏟頂住 一翻 有沒有 這邊 就過來 然後這邊 頂住一邊 一下就翻過來了 翻過來之後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是 就變成金黃麵 你試著去翻鍋子裡面的食物 可以翻得動的 就翻 是 那個不可以翻的 你不要硬翻 證明它的底還沒有 還沒有硬 還沒有變硬 那因為蔬菜它一樣有水分 那它在煎預熱 而且有調味的時候 是 它的水分就會釋放 那整個就會讓我們的 整個麵粉跟魚肉 都會比較快熟 沒錯 可以稍微這樣子壓一下 對 讓它緊實一點 對 那如果這個時候有鍋蓋 我們也可以利用鍋蓋 蓋上去讓它燜 是 然後讓它增加它的水氣的保濕度 沒錯 但是加蓋 是 加蓋的時候 我們記得要把火轉響 對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把 熱氣封住了 是 但是如果我們火還開這麼大 等到我們要開蓋的時候 下面就整個都焦了 OK 稍微讓它水氣凝聚一下 是 凝聚一下之後 這一次再開蓋 我們整個就聞到 蔬菜煎的香味就跑出來 香氣也上來了 這邊我們就依序 從旁邊開始翻面 是 我相信所有的人透過這個畫面 看到那個變色的那個效果 是 忍不住噴口水了 一般在煎的時候 我們會取最後下鍋那一塊 我們把它整個稍微剝開 因為麵粉不能吃生的 沒錯 所以一定要煎到完全熟 是 只是好在因為我們的蔬菜量很大 對 所以蔬菜熟讓它出水分 其實麵粉一定會熟 是 對於廚藝不好的人 沒關係 朱師傅幫你通通設想好了 是 譬如說剛才的麵糊 稍微均勻 加了蔬菜進來 對 整個就均勻了 對不對 那整個已經變成金黃色的部分 我們就先把它勤起來 好 把一個一個的勤起來 我們要做最後的一些裝飾 好 來 我們怎麼裝飾它呢 對 我們這邊 是 因為單純這個 我們永遠都會 好像就是很單調 就是只有沙拉醬 沒錯 對 我們今天做一個 不一樣的 看是要三位或四位 對 就沙拉醬 人家那種大晚上都只有一醬 你有四種不同的顏色 是 對不對 這個大概是番茄醬 對不對 綠芥末 綠芥末醬 黃芥末 一般的沙拉醬 對 OK 對 我們為了要增加它的精緻度 是 所以我們會稍微把它切一下 還滿好切的 是 這個純粹是為了要上桌的時候 大家要食用起來方便 是 方便 好 是這樣子擺起來 對不對 然後接著就是我們把 四種醬汁 是 然後依序地把它 打開 對 打開 那為了要好看 是 我們不希望把它弄得醜醜的 所以我們會 口 開得越細 它擠出來可能會越漂亮 對不對 我就把它 依序這樣拉過來 然後接下來黃色 那因為黃芥末它 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是 所以我們就是在沙拉醬在旁邊 OK 再帶一個顏色 搭配的組合一下 是 怎麼樣 剛才煎不好看 擠上醬就好看了吧 是 整個就完全不一樣了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番茄醬 你看人家朱師傅 擠的沙拉醬擠得多醜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後面還有一招 我還有絕招 對 覺得沙拉醬醜 我還可以彌補 是 那綠芥末 因為它滿嗆的 所以 擠得更少一點 我們就少一點 是 就更少一點 對 能接受 我們就多擠一點 把各種不同的醬汁擠上去 有沒有 看起來美美的 來 最後我們再來做一個裝飾 是 最後大絕招 是 我們就是放上一些 大家傳統印象裡面 這個大阪燒 必不可少的柴魚片 對不對 然後這個柴魚片 早一點放的時候 透過底下熟的熱氣 還會讓柴魚片 一片一片的 它會在那邊動 這樣子 是 顏色非常好看 對 來 這麼好吃的一個料理 是趕快上桌